一个人不懂路,才会走错路 一个人不懂道,才会不知道 知道这条道,才不会走错这条道 知道佛这条道,你才能找到佛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原来了,多发心 原结束,就收心 师父还说,能够理解事物的本性是空性 你就会了解什么叫菩提心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最近,五岁的孩子感冒咳痰 昨晚半夜,孩子咳得厉害停不下来 孩子和大人都无法睡觉 我又身体不舒服,不知怎么办才好 突然想到大悲咒 我就侧向孩子躺着 把手掌心放在孩子肺部胸前 心里不停地默念大悲咒 就这样,才念到一遍 孩子就马上不咳了 我又继续念下去 孩子慢慢睡着了 我也停止念诵 孩子一直睡到天亮 起床上学都没再咳痰了 我给孩子买的纸壳糖浆 喝了都没好 就念诵了几遍大悲咒就不咳了 经文的力量真的太殊胜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师兄分享道 弟子怀着感恩的心写下分享 我是在2012年开始 因病痛走入心灵法门 一直以来很多灵验事迹 在此分享前不久的一件事迹 我的右手一直疼痛,无法治愈 但是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就是里面肌肉总是感觉酸胀 我用了各种方法治疗都无法彻底 但是我现在佛台组一直坚持做佛台 有次数量很多 整整两天时间差不多接近40个佛台 做完后,晚上做梦 梦到手臂上很多虫子 然后我把手放在一棵树上 虫子都爬了出去 神奇的是,第二天起来后 手臂里面酸胀感 明显减少 真如师父说的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一定会有收获 贵在持之以恒 只要功德到 菩萨一定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眼睛突然疼痛睁不开 一涂大杯水,马上药到病除 大杯水太神奇 双眼不适 用大杯水清擦眼皮 尽时痊愈 刚刚我准备离开 观音堂回家 义工们也准备清洁 人生无常 在瞬间,我的双眼 突然受到药精者的突袭 非常疼痛 如胶水似的黏着 很吃力才能勉强睁开 幸亏我记得师傅 在电台节目曾说 眼睛不好 可以用大杯水清擦眼皮 一边念大杯咒 刚巧,我的袋中 有一瓶从观音堂结缘的 瓶装大杯水 我马上用纸巾 沾一沾大杯水 清擦眼皮 不足十秒 双眼已感到很清凉 我还未念大杯咒 已完全睁开 要到病除 一切恢复正常 师父说 大杯水 什么元素都有了 所以叫万能水 经亲身验证 真是效用神奇 感恩观世音菩萨 加持的大杯水 治好了我的眼睛 感恩师父 在节目中 传授我们宝贵知识 为要多听台长的录音节目 好好学习佛法 感恩同学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单位准备了素食 让他们也能吃素 一部分人吃了 早上的时候 就感觉到身体里 有一股能量 已经包围不住了 就感觉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晚上下班 快要中秋了 给邻居买两盒月饼 结账的时候 他们营业员看到我 拿了两盒月饼 就对我说 今天这个月饼 好像是买一送一 帮你去看看 后来真的是满意送一 原本想 一百多元送邻居 开心一下 真的是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笑话 说的是美国总统 孝多罗斯福 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 他非常爱面子 无论在什么场合 他都要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到哪里他都要讲话 让人对他表示羡慕 他的儿子曾经对别人讲 我爸爸罗斯福 从来不喜欢参加婚礼和葬礼 因为在这种场合 他既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 因为在婚礼和葬礼上 他既不能做新娘 又不能做死者 过于欣赏自己 就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 过于赞赏别人的优点 有时候会看不见自己的优点 做人要地道 好人有好报 做事要诚恳 心里才能闻 人可以忘掉过去 但不能重复的犯错 人可以忘掉昨天 但不能放弃今天 人可以暂时的忧伤 但不能失去理智 你可以本性回归 但不能在六道轮回中 轮回不已呀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原生原灭 如如不动 起心动念 观性极空 所生喜心 只是缘起 所生苦心 只是幸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